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外部格局不对 家里不平安 外部的格局有煞气进来 事业对外就不顺利 很多横货无中生有的问题会很多 尤其现在都市 一直在盖大楼 我们旧房子前面有新的大楼 盖起来 我们不知道可以趋吉避凶 结果奇怪 对面的房子怎么盖起来 我这里怎么摆势不顺 怎么会这样 后来才发现说 原来房子里面有煞气 那是什么煞气 就风水学的问题 风水学的学问 比如这里有一个图案 这是一个大楼 高楼 这里是一个中庭 中庭你对着中庭的门进来 你的房子门对着中庭 看得是不错 那么中庭里面有很多的 不同气流的煞气 在家里就会很不平安 那好像 湖口 很入湖口 那 家道 渐渐的衰落 最终还是渐渐的衰落 那么 有 事业上的困难都来了 莫名其妙 一直冷退下来 再来 我们怎么办 只有自己来 改善 然后你就在这里 门 就是改玄关 改玄关 在隆边 这在房子是农边 改为 这边是农边 这个气 就往农边过来 你转到这里进来 你房子就平安了 这个是一个很 殊胜很奥妙的方法 若是有这个情况的朋友们 你们不妨可以来改玄关 改玄关的法则 我们有 玄关法则 这个专案 你们可以 我们这一本 风水学的奥秘 你们可以 来请 这一本 风水学的奥秘 里面有很多的内容 你们就可以请回家 自己保护自己 不伤害他人 然后我们就有时间 有那种精神来帮助他人 不然我们家家户户有烦恼 社会家家户户就有困难 所以希望我们各位 维心闲事同修 失望大众 大家来学艺经 做人处夕可安心 大家学艺经 家庭圆满一条心 祝福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